你知道魔刀千刃一共有几种用法吗 在刺客567中 魔刀千刃不但是一把非常特殊的武器 更是神断国的国宝 他的刀身由1000块碎片组成 轻奉在向刺客7介绍魔刀千刃的时候 重点提到了他的特性 只攻不防 天下无双 魔刀千刃 但是到了第三季后 魔刀千刃出现了改变 他不是单纯的只攻不防 只是因为他的攻击太强 掩盖了他的防御 在和无眼法师战斗时 魔刀千刃出现了防御的形态 在佛珠砸向地面的时候 567见到梅花13也在攻击范围内 立即调转方向跑向了梅花13 将手中的魔刀千刃转换成了防护杖 在无眼法师大招的攻击下 梅花13与567没有受到一丝伤害 可以看出魔刀千刃不仅攻击无解 防御也是如此 魔刀千刃除了攻击墙外 他还能无视防御 在敌人使用武器格挡的时候 魔刀千刃可以无视他的武器 直接砍到对方 在斯特国王子入侵小击岛的时候 魔刀千刃的无视防御更是一目了弹 在567觉醒大后 魔刀千刃直接突破了斯特国王子的能量盾 直接化成碎片飘进了防护罩内 在里面重新组合成刀刃 斩断了王子的机械臂 在王子使用巨型机器人的时候 刺客7把魔刀千刃变成了40米大砍刀 一击砍爆了机器人 除了直接使用刀身外 567还可以让魔刀千刃的碎片攻击敌人 第二季与捷克船长战斗时就展示过一次 当时567的实力完全无法战胜对方 尽管把剪刀的转速提升到了5000转以上 但依然无法打败捷克船长 而此时的梅花13现身替他挡住了攻击 见到梅花13有危险时 567直接苏醒了大号 操控魔刀千刃化成上千块碎片 狂风暴雨般砸向捷克船长 捷克船长的披风直接被粉碎 背部也出现了一定的伤势 这也是刺客7第一次使用碎片攻击敌人 在第三季最后一集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用法 梅花13与567共同使用魔刀千刃 打败了比他实力更强的暗影刺客黑鸟 当时如果不是有魔刀千刃的助攻 梅花13很大可能无法伤害到黑鸟 因为梅花13的刀已经被黑鸟击碎 而黑鸟也非常震惊 但在看到魔刀千刃后 他明白了一切 而这里也留下了很大的伏笔 不知道此时是567使用魔刀千刃 还是大号7在使用魔刀千刃 除了攻击外魔刀千刃还有另外的用法 在前往玄武国的路途中 567把魔刀千刃拿来考虑 如果千年恶灵知道了 会不会直接干掉567呢 以上就是魔刀千刃的大概用法 那么大家还知道魔刀千刃其他用法吗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以上